阿嬷,我回来了 回来了,来,来跟阿嬷聊天 好 今天在学校有学到什么新知识吗? 有啊,今天老师说眼睛是灵魂之窗 许多黄白不病变的患者 尝试视力模糊到几乎看不见的地步 才肯就医 但刺激眼睛已经破坏了相当严重 甚至还有可能导致失明 好恐怖哦 阿嬷,你知道什么是黄斑步病变吗? 黄斑步病变?不知道 阿嬷,我教你 黄斑步位在眼球正后方的视网膜中心 病变的原因是因为眼睛里的脉络膜 产生不正常的心生血管 而造成视力急速的减退 不错嘛 那黄斑步病变的常见症状 是什么? 是个老师还没教 阿嬷 难道你会? 哈哈哈哈 看来我也无法隐瞒了 我就是50年前 红斑步病,驾动万狗 丁甘有名声 丁甘有出名 江湖人称演科达人 音乐 哇阿嬷,你好厉害哦 像当初我在医院工作的时候 你妈妈都还在包尿布呢 来,阿嬷,教你 黄斑步病变的常见症状有 看东西时影像的中心会变暗 模糊不清 严重者无法阅读 甚至无法辨识人的脸孔 阿嬷,哪些人是黄斑步病变的好发族群呢? 高血压,高龄,家族是 高血纸,抽烟,长时间强光照射的人 那黄斑步病变有预防的方法吗? 一,50岁以上併起眼睛检查 二,自我检查 注意前方直线有无扭曲变形 三,避免强光照射眼睛 一,外出要戴太阳眼镜 四,使用富含抗氧化功能的食品 五,控制血压、鞋制,不要冲淹 六,补充抗氧化的物质 七,早期发现才能早期治疗 哼,我问你了,世界适程日是几月几日? 我知道是10月12号 厉害哦,这样你可以继承我的一波咯 阿嬷,今天老师有教我们 黄斑步病变的宣导歌曲 我唱给你听 好啊,音乐 人手一击的时代 上班空档玩手机 回家躺着再追剧 睡前关灯不休息 暗处近距离看荧幕 患者年龄层降低 眼睛病变变失明 影响工作和人生 眼睛防晒很重要 外出戴墨镜不可少 眼睛患者迅速增加定期检查 别忘了 眼睛定时要休息 低头足特别要注意 30分钟休息5分钟 避免附上黑点人生